中央银行的估计 我们今年的CPI的成长的情况 会比去年的2.49要来的低很多 所以这是个人的见解不一样 国民党立委邮昊 咨询行政院长陈建仁 聚焦店价四月调涨 会不会带动物价 没想到邮昊话风一转 先不看CPI改问水煎包价格 水煎包目前来讲 你预计在西门町 大约一个水煎包大约多少钱 我很少到西门町去 但是我了解有人吃水煎包是28块钱 也有人吃12块钱的 由后拿近日因为韩国瑜吃过 爆红的西门町水煎包当例子 陈建仁院长则幽默回答 没被烤倒 不过究竟水煎包多少钱 问问民众最清楚 我是在那个汐止区 现在一颗要18块 可能几十块吧 大概15块吧 香吞吞的水煎包出土了 国民美食大家一克都吃多少钱呢 像是台北市这家水煎包店 一颗要13块钱 而来到新北市三重这间水煎包店 一颗只要7块钱 比超商的茶叶蛋还要便宜 下午茶时间店门口排起人龙 三重这间水煎包店 老板十几年来维持铜板价格 他说拼的是销售料 把营业时间拉长 从早上6点一路开到晚上9点 一天能卖出5000颗 加上全部手工自制 相较连锁店少了中央厨房的成本 冷链运送等等 确实能薄利多销 而另一家业者也说 亲自上阵是降低成本关键 可能人家就行人啊 我们自己做 怕要肉我们自己料 什么自己搬 所以这样价格比较便宜 对的 如果可以的话 当然希望价钱降低啊 可28块的 好像真的太贵 除非那是特大号的水煎包 毕竟水煎包有大有小 价格自然有高有低 只是没想到 这颗白胖胖的国民美食 竟然成为国会殿堂的物价指标 每日新闻流星辰 陈柏翰台北新北采访报道